保健员黄杰是在大批公安人员进入现场后 从保健室里走出来的 黄杰证实说 于19点听到警警队有枪声 接着听到了保卫科有枪声 前后持续了大约半个小时 但他一直藏身于保健室 什么也没有看到 并不能提供歹徒的体貌特征 而案发时聚在二楼调读室的几个人 全都看到了几个歹徒离开的情景 赵洪权说 开始嘛 后来快 往下坡处小跑 朝西走的 几个人都穿着半截夹克式的上衣 大个的身高一米八左右 头戴早塔帽 中等个的一米七五左右 体态稍胖 小个的将近一米七 脚胖 戴着像是用现肢的戴黄头的帽子 从走路姿势看像女的 保卫科长江生葵描述 她看到了进入值班室的一男一女说 男的 穿着警服 戴警帽 帽上有警徽 是老式的警徽 一米七左右 大约三十岁 大眼睛 女的嘛 挺长的头发 卷发 茁壮没看清 坚守金库的保卫干部张国明 虽然没有看清歹徒的模样 但在仓库里听见歹徒说话时 操的是本地口音 很快 经济室内唯一的幸存者刘东升 被送进南山医院 市局公安人员随之去验证伤害程度 和进一步的加以询问 刘东升面无血色 躺在床上 其病例上写着 1995年1月28日19时 被歹徒用猎枪击中了两前臂 经X线检测 左前臂有异物为金属粒 右尺骨下三分之一处粉刺性骨折 头顶部有三乘三厘米的血肿 临床诊断 左前臂异物 右前臂尺骨粉刺性骨折 治疗 异物取出 石膏脱外固定 刘东升回忆起案发过程 提供了很多的细节 办案人员问 这个打枪的女的 有什么体貌特征吗 这女的身高在一米六二到一米六三左右 看样子有二十到二十三岁 眼睛不大不小 头戴着一顶灰色毛线帽的戴牙蛇的帽子 皮肩发 五合色的半大衣 好像是仿羊皮的 可能不戴毛领 裤子没有注意 这女的你以前见过吗 没有 但是面目不太生 长得挺秀气的 现在见面还能认出来吗 能 此时 室内的全部警察均已出动 所有通往室外的道路上重重设卡 一切出城车辆和行人 都要经过带头盔和手持武器的官民警的盘查 整个鹤岗被封锁的水泄不通 当夜几乎所有鹤岗人都知道了 南山矿发生了重大的恶行案件 持枪歹徒再逃危险至极 于是家家庇护人心惶惶 公安机关的微信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 128鹤岗大案的枪声 惊动了黑龙江省委省政府 公安部和中央政法委 一道道要求迅速破案 击捕歹徒的指示 连续传到了省官厅和鹤岗市公安局 本案中 一伙合枪实弹的歹徒 公然与设有重兵把守的保卫机构交火 为抢夺据款 持续半个多小时的抢战 简直是耸人听闻 这不是香港警匪电影中才有的情节吗 此案不破 令鹤岗老百姓们如何面对今后的生活 省高层领导下达了第一道特级命令 命令鹤岗市匹林地区 及农肯铁路系统的公安机关 也要立即对主要交通要道和重点部位设查阻截 并向全省公安机关发出紧急协查通报 要求做好查控工作 命令鹤岗市公安局严格保护现场 等候厅里派出工作组到达后 共同勘查 命令省厅刑侦处正处级协理员黄卫福 刑事技术处处长王克力 刑侦处大案科科长郝宾城等 组成省厅第一工作组 当即出发前往鹤岗 最后省厅两位厅长赶赴鹤岗 亲自坐镇指挥中心 时任省委书记的岳其峰批示 请组织强力尽快抓到罪犯 时任官部副部长的白警复 电话指示 请黑龙江官机关 务必加强指挥领导和破案力量 尽快破案 特别是不要让枪支流入海外 省会哈尔滨 1月28日夜10时50分 案发后的三个多小时 两辆4500吉普车 载着省厅工作组一行十人 向400多公里外的鹤岗市驶去 省厅刑侦处副处长王克力也在其中 他是属于知识分子类型的警察 王克力本科毕业 十年47岁 是个老三届 专业是痕迹检测 这次他带来了法医 摄像 化验专业的三个帮手 王克力曾在刑事技术杂志上 发表了手工缝纫痕迹的研究一文 观点极为的新颖 他认为不同人所做的针线活特点不同 不仅是反映性格上的差异 也像指纹一样具有个体辨别的条件 当然这是在大量实践经验的基础上总结出来的结论 这篇论文引起了国内同行的重视 例如 本西市公安局的警察看到后 就拿了几件衣服前来求教 本西有个叫王延丽的女子 被强奸后又惨遭碎尸 那块果实部上有补丁 本西警方初步确定了几个犯罪嫌疑人 从这几个人的家里 分别取了一两件带补丁的衣服前来检验 王克力使用放大镜 仔细地观察了一个多小时 果然从中寻找到了证据 某个嫌疑犯有使用双骨线的习惯 竞争的角度和结扎的方式 有着不亦被察觉的特点 与果实部上的特点相同 由此警方确定了这个嫌疑犯 就是果实部的缝制者 一经审问 案子真相大白 王克力的这招绝技 可谓是明察秋毫 案情被传播开后 最为悲痛的莫过于死者家属 当晚场外便聚集了五六十人 矿党委书记高峰奇 带领着工作人员来到大门外 再三地劝谨 保证一有确切的消息 会尽快地告知家属 才把这些人劝回家去 至29号凌晨一点钟 案发后的七个小时 除保卫科值班室内的第11号尸体 和出自车司机的身份尚不明确外 其他死者的身份均已确定 经指挥部同意 矿党委副书记 李明浩和工会主席 颜启行 立刻带人分头驱车 去通知家属 二人每到一处 均是引来了痛苦的呼嚎 和大声的责问 张志国的妻子 孟书琴挤进癫狂 哭得滚在地上 面部惊挛 四肢抽搐 复联的工作人员 费了好大的劲 才把他扶到床上 李明浩和颜启行赶到后 只能不断的劝说 用言语来吸引孟书琴的注意力 希望他不会陷入绝望 而不能自拔 孟书琴一边抽搐着自己的嘴巴 一边凄惨的喊道 这全怨我呀 儿子张磊本来是不情愿 跟丈夫到矿上洗澡的 丈夫张志国也没打算带他去 是孟书琴自己不肯改口 一再坚持 这怎么不令他产生深深的自责 大家守着他直到天亮 1995年1月29日 早期时许 案发后的12个小时 省厅工作组经过8个多小时的颠簸 终于抵达了鹤岗 进入北楼的王克力 立刻被眼前的情景震住了 他从没有见过如此规模的现场 失衡遍地 淡痕累累 粗略估计 物证至少有一两千件 在刑侦界 有句耐人寻味的调侃话 说东北的警察之所以厉害 是因为东北的罪犯厉害 细细想来还真是这么回事 水涨船高随航就是 所谓磨高一尺 倒高一丈 如果磨高两尺 那就需要倒高两丈来镇压了 鹤岗老百姓一觉醒来 发现这座煤城变成了一座死城 除夕的白天 竟然像废土事件 街上所有的银行商场和店铺 都紧紧的关闭了大门 丝毫没有营业的迹象 路上行人稀少 也看不到孩子放鞭炮 公安的港哨和巡逻队 倒是四处可见 鹤岗南山矿有三十一个直属单位 职工总数一万八千余人 退休人员七千多人 已经七个月没有发工资了 好不容易熬到了年底 职工们千判万判 眼看着要发工资了 哪怕到手也才只有一两百元 但咬咬牙凑合着也能过年了 这下可好 血汗钱被人连夜抢劫 就算咬碎满嘴的曹牙 这个年也是过不去了 百姓们不明就里 一度认为工资款 在昨晚的连天炮货中化为炮影了 原来南山矿从案发 当天的2月28号开始发工资 当天白天只发出去了一半 计划29号继续发 结果当晚就遭遇了火力抢劫 工资到手的人无解了口袋自我庆幸 工资还没有到手的人 心惊胆战欲哭无泪 王克力带领他的助手们 连同鹤岗的同行 在保卫科会议室的门前开始操作 身材高大的王克力跪在地上 开始用放大镜一寸一寸的观察门板 然后观察地面一米一米的前进 查到脚印便用粉笔画出 继而用脸盆盖住以作保护 少许散落的蛋壳则被拾起 放在了盘子里 整个过程由摄像师全程揭露 人世间罪恶繁多 问苍天饶过哪个 感谢大家对老崔的支持 本集到此结束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